好好好 打钥儿 要一样的 要一样的 好得黑 现在这个情况挺广效的 我呢把自己灌在这个小店里 已经一个东西了 现在整个我们车半二人都养了 我以为自己不会养 没想到没想到 昨天发售38度多 别人养总有各种负面的状态 我呢就感觉胃口大开 想吃点好的 这不早上从村里那样 感激给我带了个羊腿 我家怎么没事 总感觉羊了 慰藉一下自己 吃点好的 将近小五斤的羊腿 先把它给一个锅清洗一下 咱们今天呢做这个清水羊腿 毕竟现在这个鼻塞啊 流鼻气 搞点羊汤啊 还有花椒什么的 吃的通气 肉呢配蒜汁吃的也过瘾 然后把它给改一下花刀 其实说起来真的挺搞笑的 没到之前呢 很多人都有一个毛病啊 嘴硬 结果得了之后啊 之前嘴有多硬就有多大链 先给它炒水 你看这个肥油多多啊 一会儿炒水 把它都给炒出来 葱姜略几个啊 哦对了 口肉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得 像我在家 现在一个人我都带着 就要养成习惯 要不然出去老是怕容易忘掉 好了别炖太久啊 这个油市也不能跑光了啊 接下来开始换汤加油 开始炒料了 这个料呢 这还是用的呢 就是自己制的这个小料 里面有干辣椒花椒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可以买成品炖料包 炖羊的那种就可以 这个炒好之后 然后直接加水 炒加油点 以后还有等晒羊 可以炸进去 大火烧开半个小时 然后转小火再半个小时 咱就可以吃肉喝汤了 super 那 leggings 哇 哇 啊 别人有热爱我们不可能磨碗 把锅开了加调料 食盐味精来一点继续断 一会撕起来吃肯定相当过瘾 大羊腿羊汤 撒点香菜 这样大一个羊腿 还有这么一盘酸再来一碗羊汤 忍不住 不辣 还有一点苦 看来味觉被贡献了 这吃起来就不那么过瘾了 瞬间不香了 不过虽然苦 但是口感还是有的 原来是肉的口感 侥幸啊 哇 哇 我吃了 我吃了 好 好 太厉害